而悲思自由黨則繼續批評新聞主黨省府的政策 導致省內大量的非緊急手術推遲 唐遠橋報導 悲思自由黨黨領鳳兒幹表示 疫情期間令到省內不少非緊急手術延誤 雖然省衛生廳已經宣布將採取措施改善有關情況 但仍然有近9萬名省民在收縮輪候名單上 對此他批評新聞主黨省政府 對省內醫療服務提供的支援不足 另外根據追蹤汽油價格網站Gasbuddy的數據顯示 大溫多個地區今日油價再創新高 突破每公升2.07元 雖然省府指油價高企的原因 是俄烏戰爭和供應鏈問題 但鳳兒幹則認為省府沒有及時處理情況 令省內油價繼續飆升 新時代電視唐遠橋報道 新時代電視唐遠橋報道 提供電視唐遠橋報道 然後請給我